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边我单独拿MP34黄暴勇士来进行个对比 相信兄弟们第一次看到白虎勇士的时候都会觉得 啊 他不过就是一个黄暴勇士的放大加小小的改模 但实际上无论是变形过程还是兽形形态 两指之间的差异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一次的白虎勇士可以说还是诚意度相当的高 那么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两款玩具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喜欢左边的打一 右边的打二 大目或者是评论区 告诉我你们的答案了 最后简单跟兄弟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配件方面 首先这个呢就是窃取数据的时候那个数据线缆 然后呢配套这个威震天的脑袋来使用 这个你们看一下动画片24集就明白了 然后呢这边是四张替换面雕 这边是手臂上面的导弹 还有一个经典的大长枪 还有这边呢就是一个兽形形态用的一个透明支架 大概就这些了 OK 人形呢我们非常快速的过了一遍 接下来重点放在变形过程的演示 变形方面我个人比较喜欢从它的下半身开始变起 先把两个手给它摊开来一下 然后呢把大腿这个位置啊旋转到后面去 你会听到啪的一声 嗯 固定住了 然后转到小腿肚这个位置 这边有个卡扣松脱开来 转下来 这边也是一样的转出来 然后呢这边这块再给它转到这个位置 旋转个180度 放在这里 就不要去动它了 转到这里就不要去动它了 然后呢这边这个位置 我们需要把这里你看缝隙挑出来 挑出来 然后呢把这边膝盖位置给它往下推 这里推下来的位置呢 我们给它往后旋转180度 脚底板的位置用力抠住这里 把这个虎爪给它抠出来 然后旋转180度 这边脚后跟给它收进去 小腿肚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挑起来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给它塞进去 那这个塞的时候呢 是有一点这个小技巧的 你看我们先把这里给它塞进去 然后呢这里利用这个关节 给它打下去 大家兄弟们看一下 哎 兄弟们看一下 你看是往内折叠的哦 这样子就可以折叠成90度了 这块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记住一定要用力的往内推 然后呢角度一定要找对 但是呢千万不要用蛮力 不然就断掉了 那这边给它扣下来 ok 接着我们继续转到正面 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几个旋转了 首先你看这边这个带凸起的地方 我们需要转到内侧去 第二步把这边往外旋转90度 第三步这边旋转180度 第四步这里往下折叠90度 然后用力往内推 啪 它就扣紧了 两边腿部同样的变形步骤之后呢 我们进行个结合了 首先这边中间是有卡扣的扣紧 然后呢这边底下也有卡扣 也需要扣紧 上下两边错层 错开来 然后再给它扣进去 这样子就可以扣得非常的紧实了 那这边呢我们给它这样的往下放 然后呢这边给它扣折下来 可以看到这边正好有个凹槽 但它其实是扣不紧的 你只是虚放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呢整个的丰满的后肢就变出来了 怎么样这个腿部的变形 还是很有亮点的吧 跟之前的黄豹勇士呢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这里跨步这地方差别也很大 我们需要把它挑开 你看哇这个是裂当了裂开来了 裂开来 然后呢往后旋转你看这边给它扣折进去 这边也是一样给它扣折进去 然后翻到背部来这边卡扣 松脱开来分开来分开来 然后呢把这边的这个前肢的部分啊 爪子翻折下来旋转个180度 再往这边翻折 转到正面我们把虎头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形 脑袋壳搬家喽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眼珠是可以旋转的 没有错 变成老虎形态的时候 白虎形态的时候 需要把这个橘黄色的眼睛啊 变成这样的一个青绿色的眼睛 扣下来 嘿嘿嘿虎虎生风 然后呢把虎头 我们用力的往前拔一点腾出这个空间啊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下半身 进行180度的旋转 然后捏住人形的头部往外拔 这边底下再往外拔 这样子的话呢全部拉伸长来 可以看到好多的这个关节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人形的脑袋啊收纳进去 它其实收纳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OK收纳完成了 我们现在要变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翻到背面来 把这个尾巴进行一个变形 你看这个尾巴也是跟之前的这个 黄豹勇士差别非常大的 这一块之前黄豹勇士呢 它是变成了一个尾巴枪 但这款产品你看完完全全一体变形 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边那个凸起对于这里凹槽的一个地方啊 我们需要把它收回去 这块小小的一个部件千万不要忘了 然后呢把这边往外拉伸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里面也是有一个 凸起凹槽的结合的我们给它分开来 然后这块给它往上挑 这个样子它的整个虎皮啊就出现了 这边旁边扣好一下 你看整个这里就出现了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卡扣了 首先这里卡扣给它扣住 然后呢把屁股位置这里啊 双重关节给它折叠下来 这边后方凸起的地方 我们需要把屁股尾巴稍微的往上挑一点 你看它就收下去了 然后这边你看也是有卡扣的 凸起跟底下的凹槽扣紧 这边也是一样扣紧 那么后肢呢就可以非常的紧实了 尾巴翘起来 接下来我们把这边这两块往后推 然后来处理它的手臂了 手臂也很简单啊 首先把这边给它挑出来 这边给它挑上去 这里呢双重关节 但是要小心点因为非常紧啊 双重关节把它摊平来 又是拼成了一张皮啊 白火的头部 我们也需要进行个简单的变形 然后给它卡扣 你看这边扣紧一下 这个头部呢就不会乱动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愉快的 把它的两个手往中间去挤 没有错 这个非常简单就是往中间挤 那么挤的过程之中呢 不要忘记这里实际上 能够收纳它的这个大长枪 用力的掰这个地方 把枪头收进去 然后这边给它收折进去 把握柄给它收好 这个样子大长枪就已经收纳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里 对应它这里的卡槽 给它用力的扣紧 这个东西扣的是非常的紧实的 完全是不会掉的 然后两个手呢 就是这个样子给它放好 然后这边你看皮 就可以完整的给它扣过来 那这个地方 其实卡扣是有一点小麻烦的 你看它有非常多的 这个地方的小卡扣 需要你慢慢的去调整 好我这边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 这个必须要在这个视频之外调整 慢慢调整会比较好一些 就不浪费凶那么的时间了 那么剩下的很简单 我们这边有个卡扣 注意这边有个卡扣 其实很容易忘记掉 突起凹槽 白开 然后这边利用根部关节 给它往外旋转 旋转过程中呢 躲开这个地方 然后呢顺便把这里往上推一下 这样子折叠过来 这边呢就是包覆这个地方的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直接包裹过来就行了 那可以看到这边是有突起的 这边里面呢也有一个圆洞凹槽 形成一个结合 所以说这款产品 其实它的包裹度也好 包括卡扣的胶带感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边胶带好扣好 然后呢上下再来一个结合 啪哎呀非常舒服的感觉 你看全部都已经扣好了 再把这个大脑虎底头拿下来 手给它掰好一下 再简单的调整一下姿势 OK那么这款MP50白虎勇士的兽型形态 就已经变形 完成 兄弟们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 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 刘哥某玩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 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我回复包你满意 不说了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那么在白虎形态呢 对比之前的黄豹勇士的这个黄豹啊 瘦弱的身形你看 这一次的这个白虎确实是更加的壮硕 应该是壮硕很多啊 明明人形看起来差不太多 但是兽型形态却差距如此的大 可见这一次改模还是改的非常的彻底 而且变形过程的差距也是很大的 特别是你看这个头部 这一次是一个真实的虎头 不再像之前黄豹是那个假的头了 所以说这款产品我觉得完全就是 可以当作是两款产品了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身上的一些细节啊 涂装全部都涂装 当然变形过程之中很容易出现刮蹭掉 这个兄弟们小心点 然后呢这边后肢的部分 应该是人形的这个大腿部分就外露了 那有点可惜 特别是这里啊 完全好像被掏当掏掉了 这个是一只被阉割了的白虎 然后呢这个手就外露出来 如果这里还能够做出一点什么盖板 遮住这里的话 那这款产品我觉得这个完成度就更高了 然后呢虎头兄弟们来看一下 哎好可爱啊 森森白牙 里面还是这种粉红粉嫩的这种感觉 看你这个牙口特别好啊 然后嘴巴呢是可以张开来了 闭起来看起来大脑虎的头 看起来有点蠢 但是动画片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边胡须也有做出来 然后虎头可以拉伸长一点 但是呢这边就比较的松垮了 那么可动性方面简单演示一下吧 前肢你看都是可以 哎呀好可爱啊 哎你好再见 然后你看这边底下也有做出一些 猫科动物的这种手爪的部分 然后后肢呢 这里其实是人形的这个膝盖位置这里了 然后呢摆动还行吧 前后也还行 但这里呢就固定死了 然后这边是因为脚底板的位置 它可以这个样子 非常怪异的一种姿势 然后尾部啊 哇 这里这个活动范围就非常大 它有好多节的这个关节 可以做出很夸张的姿势 然后这边底下的包裹度 兄弟们看一下 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大长枪 在它该在的位置 包裹的是严严实实的 所以说这款产品 我个人是觉得 比起之前的这个 黄豹勇士 它的整个变形过程 逻辑性啊 包括一体性来说 会更加的出色一些 当然它的价格方面 夸张了很多 当年黄豹勇士 400多块钱 这款产品呢 1180块钱 我的个天哪 几乎贵了快三倍啊 所以说很多没有说 这款产品买不起 也就看看视频了 那兄弟们 这一次呢我就做了一个视频 兄弟们 不知道你们看了满目满意呢 OK 那么这期视频这边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